本届亚运会 中国代表团又一次金牌大丰收 创造了亚运会的历史 有人也曾笑言 广州亚运会赛场 一讲一试 就像是中国国歌 被按了单曲循环一样 单从金牌生产总值来看 中国已经将昔日的老对手 韩国和日本远远丢在了身后 几乎将半数的亚运金牌都收入囊中 但纵观整个亚运会 中国队所夺得的199枚金牌中 金牌和金牌之间确实大有不同 其实金牌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 重量和样子都是一样 也都凝结着建儿们的智慧和汗水 但在人们的心中 金牌的分量却大有不同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 盘点亚运金牌 看看哪些是更让我们难忘的 这并不是刘翔在北京奥运会后的第一次比赛 但如果从回归的角度来说 亚运会的确是刘翔重新起飞的地方 13秒09 刘翔不仅跑出他近三年来 个人最好成绩 而且波一庆祝 摊上讲台 对着镜头做鬼脸 从前那个具有王者气质的飞人刘翔 又回来了 在张瑜不在状态的情况下 孙杨的出现不仅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男子游泳的希望 在男子1000歪米自由泳比赛中 孙杨以14分35秒43夺冠 这个成绩距离哈克特创造的世界纪录 只有不到一秒的时间 谁都知道 这个成绩对于一个19岁还不到的年轻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 在任何一个综合性运动会上 男子百米飞人大战都是最具看点的 中国队的劳逸 在广州大运会上的这块金牌 结束了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36年的等待 虽然10秒24的成绩放在世界上来说 并不算总监 但对于中国田径来说 每一个进步都让人激动万分 没警方 一边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李宗伟 一边是只差亚运冠军没有得过的林呆 这场亚运会羽毛球男单对决 绝对称得上是世界最顶尖水平 整场比赛两位世界名将将各自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堪称本届亚运会除了开幕式之外 价值最高的赢美 而且也从结果来看 林丹夺冠 以为这场比赛画上圆满一笔 聚散总有时 在华美的盛宴也有羡慕的一天 广州亚运也不例外 短短15天 我们看到了竞技体育的利于美 看到了运动员的自我超越 也看到了公民意识的蓬勃 广州亚运会是一个大舞台 各国运动员都在此展示了自己的独特个性 相信多年以后 大家记住的除了那些摘金夺银的笋尖 还有那些亚运赛场上的大神故事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